這個黨就是柯文哲一個人說的算 規定就是柯文哲因柯文哲改而改 不然歸史幹嘛會被開除 就罵柯文哲而已 而黃珊珊會不會被停權三年 因為他害柯文哲被罵 所以被停權三年 所以這個黨就是為柯文哲而定的規定 按照他們的規定 如果主席請職或因故無法執行職權 表示他請假三個月之後 他沒有辦法繼續警止職權的時候 中央委員就要互推一人代理支 黃珊珊被停權他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黃國昌為什麼可以笑得這麼開心 為什麼人家說 今天所謂的小草的集結跟出兵 是為了黃國昌的黃昌登基 昌皇登基 那昌皇登基的情況下 他就可以代理這個黨主席三個月後 我們先看這個畫面上 活著的 存活的 喊話的是傻咖 啊 上上禮拜還很兇的 啊那個陪夫人喝咖啡的呢 拗子了 陳志涵 許如已經拗子了 為什麼 夫人的關愛已經不在了 夫人賀蘭發現你這兩咖沒有用了 所以先拗子出去啦 你們連擋都擋不住 只會哭而已 我趕快報警夫人 我就是某種程度上 因為這個皇上已經無法適事了嘛 夫人形同皇上 上旨下來 我還是可以擁有某些權利定位 所以這很重要 黃珊珊警報夫人 先把陳志涵這些 踢出去 現在就是卡在立院的這撲人 還有就是其他票選的 黨員選的這些專業委員 可是真的實力都比不過黃國昌 如果黃國昌選擇 後柯文哲時期 真的就是黃國昌獨覽大權 因為他俠外面的那些人嘛 現在在立法院外面那些人 他就把他綁了嘛 對不對 他綁了這些民眾 隨時可以戒指那個 那個就是背叛阿伯的 叫你出來你還有意見啦 不要忘了 阿伯的遺詔是 大家好好生活 除非夫人可以通靈的方式 幫主席放話 不然話以前 一定是在黃國昌的嘴巴 就是柯文哲 他現在是在羈押境界之中 四個月 兩個月或四個月之後 狀態會是如何呢 我們來看這幾個數字 過去呢 最近有一些討論 有人說 圖利罪 圖利罪 為什麼要收押 這是一個討論 另外還說呢 這個圖利罪 被定罪的機率到底高不高 過去定罪率是77.7% 但是呢 廉政署的最新資料顯示 這三年都是超過九成的 去年甚至百分之百的定罪率 所以在圖利的部分 柯文哲在 金華城的部分 是不是定罪率是百分之百呢 而另一方面帶你來看看 民眾黨的司法改革2.0 第一波記者會當中 黃國昌過去怎麼講的 他說呢 不行 台灣就是太輕判了 所以他說判刑確定 馬上進到外域圈這樣的一個狀況 什麼刑期優惠則算不行 他說要有嚇阻效果 所以要提高假釋門檻 出犯由二分之一刑期 提高三分之二 累犯提高到四分之三刑期 如果他這個倡議真的執行的話 哇 那阿伯是不是沒有辦法 阿伯算出犯嘛 出犯至少要關個三分之二耶 欸 你商議三兄 他現在是怎麼手肘被別人歪過 對 這個根據這個定罪率 阿伯的定罪率非常的高 而且在被羈押期間 起訴的可能性非常高 當然三審定驗 還有一段時間啦 但是柯文哲是會被延壓的 可能性非常高 他是兩個月 再延壓兩個月 而且現在只有金華城一案喔 那後續還有五個 台北市政府案子 還有政治獻境案 如果每一個案 他都檢察官都申請所謂的生涯的話 變成是他光是被壓 生壓 羈押 就可能長達一兩年的時間 這就來了嘛 柯文哲只請假三個月喔 所以為什麼有人網友就說了 網友最近最夯的梗毒 當黃國昌知道黨主席被羈押的時候 蛤 前面是一個驚訝的表情 後面鏡子變成一個騷擾 居然有這種東西 對 網友就表示他內心裡面很開心嘛 但是要講的是說 表面驚訝 內心開心 表示竟然是說 但是要說的是說 畢竟他現在請假三個月 所以中評會就說起訴不等於會怎麼樣 為什麼柯文哲在知道他的事情 可能在今年爆發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修改了黨內的相關規定 中央紀律評議裁決條例裡面 本來叫做起訴就停權 所以高安被起訴的時候 是被停權的喔 但是他知道說不行 接下來如果是柯文哲自己有事呢 所以他們改了規定叫 視情況而定 所以說視誰的情況 視柯文哲的情況而定嘛 所以黃珊珊被停權三年啊 黃珊珊也沒有被起訴 也沒有被一審有罪 為什麼黃珊珊被停權三年 沒有 就是柯文哲跟中評會決定的 他是重置現金的部分 現在也還沒有被起訴 還沒有被約團 還沒有被積壓 所有東西都還沒有的情況下 就已經被停權三年了 對黃珊珊這麼嚴格 柯文哲竟然說不予處理 因為視情況而定嘛 對柯文哲這麼輕鬆 沒錯 所以就是這個黨就是柯文哲 一個人說的算嘛 規定就是柯文哲 因柯文哲改而改 不然歸史幹嘛會被開除 就罵柯文哲而已啊 而黃珊珊會不會被停權三年 因為他害柯文哲被罵 所以被停權三年 所以這個黨呢 就是為柯文哲而定的規定 但是問題來了 假設按照他們的黨章規定 如果請假三個月期滿之後 柯文哲還是繼續被壓 很有可能啊 因為現在就是 激壓兩個月嘛 延壓就四個月 四個月就超過他的請假期間 按照他們的規定 如果主席請職或因故 無法執行職權 表示他請假三個月之後 他沒有辦法繼續 警止職權的時候 中央委員叫互推一人代理之馬 黃珊珊被停權 他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黃國昌 為什麼可以笑得這麼開心 為什麼人家說 這今天當天 今天所謂的小草的集結跟出兵 是為了黃國昌的黃昌登記嘛 昌黃登記嘛 那昌黃登記的情況下 他就可以代理這個黨主席 三個月後 他就可以代理這個黨主席 但是依照規定要補選 六個月內要補選 所以今天晚上大家都在談說 誰是最後的壓軸演講 結果是大概應該猜的就是陳佩琪嘛 不要忘記了 陳佩琪在今年說要退休的時候 5月7號他說要退休 他說我要積極加入民眾黨 我要參與黨務 所以未來六個月補選 大概是明年的年終的黨主席的補選 變成是黃國昌跟陳佩琪之爭 而這場戰爭就變成非常的好看 可是黃國昌他光是國會應該就很忙了 周宇修作為秘書長不會代理黨主席嗎 周宇修是秘書長 當然秘書長由黨主席來指定 未來代理黨主席 可不可以指定這個秘書長 當然 所以周宇修在未來 有可能就變成黃昌人嘛 昌黃人嘛 就是因為他要代理這個黨主席嘛 所以但是還是要說 未來真正的關鍵是在六個月後的黨內的補選 黃國昌到底在民眾黨內有多少黨員 有人預估他好像加入了不少的黨員進去 但是過去的整個派系的分析來講 是以所謂的柯媽媽系統 就是柯文哲的系統 蔡碧如的系統為前兩大系統 另外就是黃珊珊的所謂的親民黨的系統 為前面三大系統嘛 所以未來黨員只選黨主席之後 會由誰來做這個黨主席 要看黨內的各大派系的黨員的計算之下 意思是有黨員直接投票 來做這個最後的決定 好在後柯文哲時期 有些人說蔡碧如現在好像行情不錯啊 感覺只有他比較敢跟柯文哲說實話 但是他說他現在身份叫做台中市府 顧問啦 沒有辦法接 那麼黃國昌的部分呢 林俊憲直接虧他了 代主席是要代多久 感覺剛剛講的這個頂多在三個月嘛 沒什麼意思建議民眾黨修改黨章 主席的位置永遠保留給阿伯 國昌老師可以直接叫總書記或委員長 這是這個潘心的建議 再來看一下黃珊珊 黃珊珊她是被停止黨權的 因為政治獻金的這個帳戶有問題 但是呢因為民眾黨 這個每一年可以拿到1.5億 這真的是滿驚人的資源 一路領到2028 那麼黃珊珊現在又跟陳佩琪這麼的接近 有視三三代福其勞 那麼陳佩琪如果接下來可能足控黨權的話 黃珊珊是不是也獲得一定的角色 來 韋航兄你的看法 好 現在我們先看這個畫面上 活著的純活的喊話的是撒咖 上上禮拜還很兇的咧 那個陪夫人喝咖啡的咧 拗職了 陳志涵 許如如如如已經拗職了 為什麼 夫人的關愛已經不在了 夫人賀蘭發現你這兩咖沒有用了 所以先拗職出去 你們連擋都擋不住 只會哭而已 好 那接下來夫人要誰呢 對民眾黨來說 我說他們有點像當年明朝 碰到土木堡之變 皇帝要匈奴人夾走啦 朝廷該怎麼辦 匈奴馬上要打來了 朝廷亂成一台 太后啊 趕快出來 好 怎麼辦呢 太后現在出來 誰是夫人幫 要注意三三沒有了黨權 他沒辦法在中央 沒辦法參與中央委員會 中央委員會你要擬定什麼法 什麼統 想辦法去喬出一套 那個是中央的事 我趕快報警夫人 我就是某種程度上 因為皇上已經無法逝世了 夫人形同皇上 上旨下來 我還是可以擁有某些權利地位 所以這很重要 皇珊珊謹報夫人 先把陳志涵這些踢出去 好 再來呢 蔡壁如的角色 這邊蔡壁如說 我去沒辦法代理主席 因為我沒有低 沒有中央委員資格 可是事前有沒有人放話 有啊 蔡壁如做副主席的話 有沒有 有啊 那之前就是想放 但人家馬上就打他一槍嘛 蔡壁如你自己交通費也是亂報啊 立刻中間 所以蔡壁如就收回去了 但是收回去 嘴巴不用關起來啊 下面那個白營創黨大佬 女推民眾黨立委 黃國昌擔任代理黨主席 誰放的 大家動動了 好嗎 現在誰有這個狗膽在放這種話 他可能一般說 不用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一邊 黃國昌出來 要注意 黃國昌的門代理黨主席可以 中央委員身份他有 其他中央委員都沒有像他一樣的政治高度 好 那黃國昌如果要代理可以 可是如果代理黨主席 他就不方便去選主席 就是主席補選 那個如果柯文哲 這個因故無法逝世的時候 那真的會換 那重點就是三個月的期限 那現在是看兩個月會不會延壓 我認為如果真的延壓下去 延壓到四個月的話 他們有很多事情 實際上還是要主席蓋章 他不能用什麼緊急應變小組蓋章 因為那不合法 因為人民團體嘛 有些東西還要主席主席 周一修委沒辦法蓋 所以我個人認為關鍵時間點 大概就是兩個月的壓完之後 再怎麼稱緊急應變小組都會轉換 見識進入動員勘亂時期 一定會升一個臨時條款 那到時候誰是代理主席 會不會是個傀儡 我覺得是很值得觀察的 不可能是陳佩琪吧 不可能吧 他現在還沒加入民眾黨 他沒有中央委員的身份 那誰可以指定中央委員呢 就只有柯文哲 可是因故不能逝世 所以因故不能指定 所以現在就是卡在立院的這撲人 還有就是其他票選的 黨員選的專業委員 可是真的實力都比不過黃國昌 所以黃國昌他可以做的就是 反正就是誰 比如說齊凱你出來了 可能就張齊凱 春成你出來了 可能就吳春成 但所有人都知道 那就只是個傀儡 所以如果黃國昌選擇 後柯文哲時期 真的就是黃國昌獨攬大權 因為他俠外面的那些人 現在在立法院外面那些人 他就把他綁了 對不對 他綁了這些民眾 隨時可以戒指那個 那個就是背叛了阿伯的 叫你出來你還有意見 不要忘了 阿伯的遺詔是 大家好好生活 不要出來 幫他搞這個 不要說不出來就罵說 你出國了 你上班 不要這樣罵小草 小草已經很辛苦了 但現在話語權嘴巴就是 長在黃國昌的臉上 我認為接下來 除非夫人可以通靈的方式 幫主席放話 不然話語權一定是在黃國昌的嘴巴